乐视去年11月被爆出因手机业务造成资金链危机之后 就陷入营运低潮 还传出被供应商讨债 北京法院22号公开飞毛腿电子公司 与乐视控股相关合作单位的一审诉讼裁定书 确定贾跃天要赔偿2.03亿元和违约金 并查封了他名下两处房产 根据裁定内容 北京人民法院准许飞毛腿电子申请财产保全 冻结乐视移动和乐视控股名下的银行存款 并查封或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1.67亿人民币 其中已经包含贷款数目1144.6万元及利息 而裁定书的落款日期就是今年的6月14日 目前华福证券已经在9月1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扣划贾跃亭银行存款130.94万元 查封他在乐视网持有的10.24亿股份 以及两处分别在北京市东城区和朝阳区的房产 至于违约金履行方面 贾跃亭已经履行了130.94万元人民币 还有2.2亿上位偿还 新闻时事报梁燕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大家